明镜要报 结束于北京贸易战的努力 进一步复杂化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川普于周三签署了这项法案 总统写道 我签署这项法案是出于 对习近平主席 中国人民和香港人民的尊重 这些条例是希望 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 能够友好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从而为所有人带来 长期的和平与繁荣 根据美国法律 这项编号为1838号的法案 要求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进行年度审查 并对任何被认为侵犯人权 或破坏城市自治的官员 进行制裁 11月20日 众议院以417对一票 通过了该法案 川普别无选择 只能默许 虽然两党的许多国会议员 都表示 坚决支持要求给予香港 更多的自治权的抗议者 但川普基本一直保持沉默 即使示威活动 受到越来越多的警察暴力的打击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 麦康奈尔 呼吁总统对香港发声 他上周表示 全世界应该直接从总统那里 听到美国与抗议者站在一起 中国外交部已敦促川普 防止该法案成为法律 警告美国人不要低估 中国捍卫其主权 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决心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周四的简报会上说 如果美国坚持走这条错误道路 中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对策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一 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对于美国干预香港 包括立法的行为 表示强烈反对 就在美国颁布新法律之际 华盛顿和北京已经显示出 为白宫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 而努力的迹象 以缓解贸易战 川普希望该协议能够完成 以缓解他在2020年的 连任竞选中的经济不确定性 并提出了在爱荷华州 签署该协议的可能性 以奖励该选区首当其冲 受到中国的报复性关税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周四在北京的简报会上说 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将继续密切沟通 为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而努力 在上周北京彭博新经济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中 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 他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谨慎乐观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消息 习近平突然致敬六年前中全会 演的是哪一出 中共领导人都是薄骨厚金的 虽未尊重传统 但今天永远比昨天好 所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前日在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 突然间向2013年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致敬 确实是罕见的现象 香港明报刊登孙家业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刚刚结束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 通过了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决定 被官媒盛赞为国家治理的里程碑 但前日在中央深改会议上 习近平却强调四中全会 不过是六年前18届三中全会的接续递进 只是系统集成了其实践成果 官方新华社引述习近平强调 党的19届四中全会和党的18届三中全会 历史逻辑一脉相承 理论逻辑相互支撑 实践逻辑环环相扣 目标指向一贯之 重大部署接续递进 党的19届四中全会 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18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 制度成果实践成果 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要了解习这番话背后的深意 就必须了解18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那是习近平上台第一年 最重要的中央全会 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 首度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其决定性作用并宣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同时决定设立中央深化改革委的前身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由习近平兼任组长 2013年也因此被外界视为 习式的改革元年 孙嘉越分析 近六年来中国改革步伐并无突破进展 甚至偏离了市场化导向 由于L型经济趋势的出现 北京近年的经济政策更加向供给侧结构改革 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 甚至环保减排等方面倾斜 令经济持续不振 出现了数十年未见的低迷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按年又下降了9.9% 降幅比9月份扩大了4.6个百分点 外部环境也危机四伏 中美贸易战尚未止息全球经济预振乏力 而香港和新疆等事件令北京的外交也备受压力 习的讲话像六年前的改革宣誓复归 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既要向外间展示改革的形象 同时对内也做出和解宽松的姿态 就在申改委开会的同一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 强调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制稳定并且长久不变 具体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1978年开始的第一轮承包起算 保持稳定长达75年即至少到2053年 这实际上是在维持中共不搞土地私有化的底线下 让农民至少两代人实质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以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信心 在制造业和城市经济低迷之际 稳定农村经济 不过孙家业认为 中共每隔五六年就开一次中央全会谈改革 习回归的是他自己的改革路线 而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改革路线 建制派的大败习近平自己带求的结果 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中国资深的传媒人 吕岳的署名文章 题目为习近平带求横冲直撞 文章说香港区议会选取如期的举行 民主派以崔姑拉朽之士一举拿下了389个席次 占了86% 而且掌控了18个区议会当中的17个 而一项以来取得压倒性优势的 亲共的建制派兵败如山倒 仅仅拿下了区区的63席 中共大外宣惊呼变天了 中共党媒对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一律封嘴 即便是环球时报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据消息室表示说 北京对这次选举的战果大感吃惊 投票前两个星期爆出中大理大的混乱 吐鲁港红堪被堵 以及北京评估反暴力的民情足以抵消 修例风波的部分冲击力 怎知这场海啸的威力会这么大 林邓月娥缓报北京误判尽在其中 吐月认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新时代一国两制新形式 会后对基本法过时做了多种的解读 习近平两次亲口的强调 制暴止乱恢复秩序 八字方针 说明习近平11月亲自上场把香港问题这个球抢到了自己的脚下 建制派的大败只能是习近平自己带球的结果 22号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如果不是我 香港将在14分钟之内消失殆尽 将有数千的香港人被杀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暴动 中国有100万的士兵驻扎在香港的边境 他们没有进入 是因为我请习近平不要这么做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辟谣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被问及也不做正面的否认 证明正是习近平这种不惜毁掉东方明珠 不惜重蹈邓小平屠成的无人性决策 支持了林振月娥对香港抗议者实施长达五个半月的警报 吕月说25号北京通过了外宣网媒 喊出香港的确需要一场刮骨疗毒的斗争 声称中央政府已经清楚认识到了 在治港问题上的制度能力认识上的错误 这是硬骨头要啃 提出与消极一国两制的斗争 与陈旧官商共治模式的斗争 与单一产业结构的斗争等等 如此一番刮骨疗毒的斗争与革命 方才可以重拾香港人的心 也才可能带领已经病入膏肓的香港再一次出发 需要提及的是11月26号 有香港媒体披露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谢春涛 四中全会之后的一次没有公开的讲话 他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此前有序的解决了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并且称完全不担心领导人平稳有序的更替问题 他解释个人权威是中共制度优势的一部分 习近平是中共选出来的 其权威跟中共的权威一致 有权威才能够使中央的民主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 针对反送中示威者通过抗争行动来捍卫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 谢暗示说 结果可能与示威者的想法相反 示威者暴力行为越是破坏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共就越倾向于调整香港的制度 谢春涛的言论和解放军驻港部队的雪峰特战一营一样 是在为习近平对香港的刮骨疗毒清扫路障 华尔街电视专访澳洲学者说王立强绝对不是核心的角色 11月23号星期六澳大利亚的媒体时代报 以及悉尼先驱晨报还有60分钟 发布的报道就称 自称是中国情报特工的王立强叛逃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王立强揭露了他所称的北京的情报机构 如何通过操纵媒体渗透大学干预香港的抗议活动 以及台湾的选举 并且在澳洲开展业务 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 悉尼迈格里大学的安全研究与犯罪学系的研究员 尼灵超接受华尔街电视采访的时候 谈及了他对王立强案件的分析 尼灵超表示说 他认为根据迄今为止可见的证据 王立强的许多公开的说辞都没有得到支持和佐证 他的某些提罚是明显不正确的 有些陈述有损他的可信性 他同时也指出 如果王立强的陈述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 这一事件可能会破坏公众对澳大利亚媒体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 将来公众可能不太愿意相信外国干预是澳大利亚真实可信的威胁 如果满分是100分 0分代表纯粹骗子 100分代表自身情报人员 王立强只能得15分 他肯定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 他质疑他的可信度 尼灵超对华尔街电视表示 他可能在情报系统当中扮演了某种边缘性的角色 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 他充其量只是对情报工作有某种接触 但绝对不是核心的决策 专对王立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表现 尼灵超认为 他提出的许多证据在本质上都是笼统而模糊的 他提到的事件在公共领域众所周知 而他没有透露有关这些行动的新的可信的细节 比如王立强声称他参与了2015年底 在香港铜锣湾绑架行动 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确凿的细节 再比如说王立强对香港抗议活动和学生组织的说法 就表明他对当地政治没有应有的扎实的掌握 只是泛泛而谈 另外尼灵超统计说 王立强至少有三次叫错了 进行军事情报行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联合参谋部 其前身叫做总参谋部 三次他都使用了不同的错误的名称 林灵超认为 这一细节极富启示性 而且声称自己是为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 王立强对于解放军安全部 以及参与情报工作的 其他部门的参与者之间的工作细分 似乎并不清楚 王立强声称为中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 但是他似乎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或情报操作的训练 没有任何军衔 这对军事情报官员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此外如果根据现在的一些资料假设 他现年27岁 那么作为一名初级情报人员的王立强 在短期之内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 进行的如此多的备受瞩目的行动当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非常的不寻常 倪林超表示 情报人员必须专门化并且发展其本地的网络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在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都开展工作 与惯例不符 在采访当中 王立强表示 北京有一支网军在台湾开展情报活动 他是台湾此项活动的老板 考虑到他的年龄学历和专业知识 这种情况在倪林超看来不太可能发生 同样在描述网军活动的时候 王立强谈到了删除脸书页面 并且使用VPN隐藏身份的做法 倪林超认为 他谈论网络水军信息操作的方式 暴露了他并不在这一领域具有专业的知识 让倪林超感到惊讶的是 尽管王立强声称是从事敏感行动的情报人员 但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却被中国当局允许在澳大利亚定居 而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王立强被允许以旅行签证前往澳大利亚 如果他的确从事重要的情报行动 这似乎不太可能 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尚未为王立强提供任何的保护 如果王立强的说辞是正确的 那么他的情报价值可能会相当可观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王立强的情报价值 并不如他本人所称的那样 另外一个细节让倪林超感到古怪 当被问到黄项默在哪里的时候 王立强自信的断言 此时此刻他就在自己老板的办公室里 目前尚不清楚王立强的明确判断有何佐证 但此论断也没有得到后续的证实 此外 倪林超也对王立强手持多部护照身份提出了质疑 他所谓的韩国护照似乎是业余人士制作的 而王立强对台湾之行的叙述也有疑点 他说 他获得韩国护照是为了去台湾插手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说韩语 此外也有迹象表明王立强并不会说英语 考虑到他在香港的情报工作 英语技能是很重要的 倪林超对华尔街电视表示 目前不知道澳洲媒体是根据何种的证据决定报道王立强的事件 但是他认为 根据目前报道所展示的资料 王立强事件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他表示 信任澳大利亚媒体在做出报道决定之前做出了事实的核查 他们掌握的资料当然比我多 我只能从已经公开的报道来进行判断 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证据 我认为澳洲媒体应该更加谨慎一些 因为这样的报道的潜在影响 特别是王立强的指控可能后来被证明是虚伪的 这可能对反情报工作的可信度造成破坏 不论王立强的说辞是否真实 他对公众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的效应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和影响是真实的 正如澳大利亚的情报官员所讲的那样 王立强的案例 无论真实与否只会加深这种影响 李宁超援引了周安兰在《时代报》所表述的文章 指出了王立强对向心公卿的陈述部分可以得到印证 但是他认为现在对向心二人的角色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应该经由台湾当局进行调查再做进一步的判断 李宁超同时还强调 在澳大利亚的华裔群体多元而且广阔 其政治观点宗教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 他们现在在外国影响活动的前沿 既是可能的工具也是潜在的受害者 如何在抗击外国渗透的同时 避免疏远整个华裔群体 是政府与情报部门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 在澳洲的群体需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某种麦卡锡主义的抬头 现在在某些角落这种迹象已经出现 我们必须非常 李嘉诚怎么就从中国朋友变成了习近平的初期统 1993年1月一位39岁的雄心勃勃的中共官员到访香港 他到香港的目的是从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当中找到为福州投资的巨商 他就是时任福州市的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时隔八年习近平在福州接待了一名贵客 他就是香港最著名的富翁李嘉诚 一张当时双方会晤的照片显示习近平手捧着一束花走在李嘉诚的旁边 照片的背景是热烈欢迎李嘉诚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光阴仍然时过境迁 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富裕崛起大国的强人领袖 掌管着香港的命运 北京不再招待这位91岁的商人 反而对李嘉诚没有在香港抗议当中站在中国一边表示愤慨 中共希望有影响力的声音站出来反对今年夏天开始的抗议 但是李嘉诚仅做出保持克制的公平呼吁 在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当中 李嘉诚在他出资扩建的慈山寺呼吁领导人 在与年轻的抗争者打交道的时候要展示人性 中共的回应是残酷的 中共政法委公开指责李嘉诚纵容犯罪 不是为香港着想 而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 更有甚者香港建制派的公联会会长吴秋北 在脸书上更是狠批李嘉诚是蟑螂王 李嘉诚在回复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在社交媒体世界 一些人热衷于散布有毒的怀疑和虚假信息来破坏信任 这个时期很难不被卷入正义当中 在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镇压街头上的抗议者之际 中共大部分在台面下正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在设法扼杀香港大亨的力量 李嘉诚等香港大亨长期以来主导香港 他们的发迹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经济崛起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 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 香港的现状被根本改变 香港自身的观察人士林立和就表示说 习近平是一个自认为他是皇帝的领导人 因此他认为香港的商人应该绝对忠于皇帝忠于习近平 分析是表示说对香港著名商人的诽谤 是罕见的新权力动态的公开展示 其明确信号就是李嘉诚和其他的香港富豪 必须循规蹈矩毫不含糊的谴责抗议者 香港数月以来的抗议是中共自1989年 天安门事件以来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 港人被遣送大陆 官方不透明至传言四起 香港反送中浪潮激发了市民对政府零信任 连串示威者被失踪被自杀的传闻甚嚣沉上 早前英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的前雇员郑文杰 向外媒透露说 在中国大陆被拘押的时候 曾目睹了一批香港示威者被送中关押 令很多港人以至国际社会关注这些被捕人的下落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自今年六月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 几乎每天网上都有传言 涉及大量的年轻示威者怀疑被失踪 也有死亡案件当中的年轻死者遭网民怀疑是被自杀 认为多起事件背后可能另有引擎 甚至把矛头指向警方和中国大陆的公安 在灵灯社区脸书等一些通讯城市上 可发现有大量的关于香港示威者疑似被失踪被消失的群组讨论的留言 其中一个由网民开设的名为失踪人士关注的群组 里头有一批网民从多方收集和核实整理资料 表示在今年六月到十一月期间至少有15名参与反送中的运动人士下落不明 另外有至少46名的男女失踪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年轻以及反修例的立场 但没有能够确定是否真正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不过对于警方越来越严重的滥捕情况 不少网民相信即使这些人士没有参加示威 也有可能被捕 据香港警务处网站的呼吁寻找失踪人士的公告 就发现警方过去半年曾发出了十则寻人公告 其中五名失踪人士为年轻人 年龄从15到35岁 并没有提及是否与反送中运动有关 但不少网民对这些年轻失踪者都联想到与被送中被消失扯上了关系 事有凑巧 上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18号的时候 网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显示十多名穿着黑衣的人士被大批的防暴警察押送到了港铁的路轨范围 疑似登上了一列港铁东铁县的列车 据了解 该趟东铁县的列车 其后开往了北面 随即引起了网民的质疑 该批黑衣人是否是理工大学的抗理者 并且一律他们是否会被送往中国大陆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高级警司江永祥当天在警方的记者会上就 承认曾征用港铁 但是他表示当时约有20人企图经红勘站的路轨 逃出香港理工大学 警方由旺角东站赶往了红勘站进行制止 而列车是唯一一个能够运载他们的交通工具 因此警方由港铁协助运走该批的被捕人士 江永祥又表示说 列车只开往了就近的港铁站 再由警方转送被捕人士到附近的警署 意图粉碎坊间怀疑送中的传闻 美国制裁中国中远集团进口伊朗的石油 川普政府星期三向美国银行保证 他们可以暂时处理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 中远集团大连分公司的美元交易 因为怀疑该公司从伊朗运输石油 华盛顿对其实施了制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9月25号美国实施的制裁 将全球货运成本价格推高至历史最高水平 使很多航程的成本增加了数百万美元 美国国务院负责制裁事务的官员戴维佩曼 本月就表示 这些船只是逃避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主要途径 如果这种行为没有改变 美国政府将寻求积极全面的执行制裁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朗石油进口国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去年 因伊朗核计划单方面的重新对伊朗实施了制裁 川普希望制裁也能够限制德克兰的弹道导弹计划 和对整个中东的影响 德克兰说 他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三的时候 想关注制裁问题的人士就表示 美国金融机构除了在处理此类交易的正常过程当中收集的信息之外 不会进行额外的调查 该指引向银行保证 此类交易可在12月20号之前进行 财政部在10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一份临时豁免书当中规定了这一期限 沃森法利威利姆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制裁专家丹尼尔皮拉尔斯基就表示说 该指南的目的是允许美国银行假定 除非他们知道交易超出了司法部豁免规定的范围 否则他们可以继续的处理美元支付直到12月20号 比拉尔斯基表示说 该指南并不完美 但给予大连中原相当大的自由 允许几乎任何涉及中国远洋的美元交易 目前尚不清楚财政部是否会将豁免延长到12月20号以后 本周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 中国10月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较上个月保持稳定 尽管美国和德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 但10月份伊朗进口量仍然稳定在53万2790吨 略低于9月份的53万8878吨 毛泽东的曾孙女儿毛田义弹钢琴做工艺 中共领袖毛泽东唯一的曾孙女儿毛田义 上个星期日也就是11月的17号 在北京的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的诗歌音乐朗诵会上 表演钢琴独奏乐光 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11岁的郭田义是毛泽东的嫡孙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副部长毛新宇与妻子刘斌之女 两人当日也到了现场进行支持 红传杂志表示说 毛田义已经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9级的证书 美国国际音乐艺术协会艺术等级认证10级优秀通过 并且在中国内地各大比赛当中获奖 被称为是钢琴小才女 2018年1月20号著名的钢琴家 袁杰钢琴独奏新年音乐会 在北京的国图音乐厅精彩上演 毛田义 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 成立于2011年 是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英的个人名字所命名 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为依托的4A级基金会 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注脊柱疾病健康和救助的慈善组织 值得关注的是毛新宇全家很少集体现身 早前4月6号正值清明节 毛新宇与妻子刘彬 儿子毛东东 还有女儿毛田义赴湖南韶山 纪嫂 薄熙来的二姐薄杰盈去世 中共元老薄一波的次女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二姐薄杰盈 本月24号因病离世 享年73岁 据大白新闻的报道说 薄杰盈亲属证实了有关的消息 资料显示薄杰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80年代在美国取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 曾担任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的副理事长 接下来看下面的消息 圣诞节中国假货涌入美国 iPhone 11也有假 从感恩节过后的11月29日 黑色星期五开始 便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购物季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调查处官员表示 今年从中国进入美国的假货数量比往年多 最新仿冒包括刚上市不久的苹果手机iPhone 11 据法广报道 官员表示他们在各机场和港口查获的中国假货 还包括名牌衣服皮包手表电子设备以及伟哥等药品 有些假货品为了躲避检查 迂回到土耳其以及中东国家再寄送到美国 海关官员卢梭说 上周海关在纽约肯尼迪机场 截获了从中国邮寄的iPhone 11手机 这部iPhone 11由苹果公司的专家鉴定 证明是仿冒品 卢梭说海关还截获了大量从中国寄来的仿冒电子烟 这些仿冒电子烟不仅损害商家的利益 还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卢梭表示 今年仅纽约便截获了1100万从海上运来的仿冒品 1000万元从陆地运来的仿冒品 其余300万元来自其他渠道 他说即使今年执法部门严查来自中国与香港的仿冒品 但较去年数量只增不减 卢梭表示 不法分子从仿冒品中获利后 将资金用在洗钱走私 非法贩卖枪支和毒品等 因此购买假货行同犯罪 他呼吁美国民众拒买仿冒品 国土安全部官员罗森布拉特表示 网络成为仿冒品常见的销赃平台 他建议民众网购时 小心销售仿冒品的网站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条消息 中国是否真的宽恕了范冰冰 因逃税丑闻而蒙羞的中国女演员范冰冰可能正在试图回归 官方媒体报道了她最近的慈善工作 据南华早报报道 从官方媒体消失了一年多之后 范冰冰的名字终于出现 尽管是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 她出现在上周五凤凰网和河南交通广播电台主办的 一场慈善活动的发布会上 她以公共利益大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周一中共宣传部旗下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在其中文网站上刊登了这则消息 类似的报道也出现在另一个党的喉舌光明日报的网站上 并被该党最有影响力的喉舌人民网转载 但是两家网站中的一家报道说 这次活动的参加者名单中没有范冰冰 而这张带有范冰冰的照片太模糊了 无法辨认出照片中央的女演员 北京大学电影研究教授李道新说 只要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范冰冰就可以东山再起 但她能否重新获得人气和成功取决于她的能力 李说 范冰冰曾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也是媒体的宠儿 去年6月她因涉嫌逃税而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4个月后有报道称她被罚款8.84亿元 她与布鲁斯·利斯联合主演的电影《空中打击》 一部爱国主义电影的镜头被中国央视剪掉 也没有在中国的影院上映 去年她很少公开露面 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为西藏儿童做慈善的帖子 并宣布与演员男友李晨分手 范冰冰小心翼回归社交场合 今年4月她首次公开露面 是出席中国视频流媒体平台爱奇艺的9周年的活动 今年9月她作为路易威登品牌发言人再次试水 推出了一款新的系列包包 不到一小时 粉丝和批评者都纷纷发表评论 我认为她的付出对其他艺术家不公平 她因逃税而触犯了法律 一位网民说 三个小时后 LV删除了这个帖子 取而代之的是原帖中其他名人的照片 范冰冰在微博平台上拥有超过6200万的粉丝 她的确犯了错误 但她至少改正了 一位粉丝说 她的慈善工作值得赞扬 另一位则不以为然 另一位则不以为然 称这是在粉饰自己的错误行为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9点 北京时间每早9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连线 在过去的上一个周末 香港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就是香港的区域的选举当中 非常出人意料的香港的民主派 泛民主派获得了大胜 而清北京的建制派 可以说是一路的被狂扫 所以有人说 这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是给清北京的建制派 或者说给林郑月娥政府 打了一个非常重的耳光 也可以说是给北京当局 或者说给习近平打了一记耳光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 媒体的发酵 就明确地指出 北京在这一次香港的区域会选举当中 这个结果是非常不满意的 不满意第一个是来自于 北京官方给出的信息 完全出乎了他们事先的预料 他们事先以为建制派可以轻松的获得胜利 结果相反 第二呢 是来自于民意的反扑 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此北京的官方媒体 中国的官方媒体 在之后在报道 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的时候 完全把结果所隐去掉了 所屏蔽掉了 那么各方现在的很多的猜想 就是习近平接下来 他到底会对待香港 怎么去处理 而最新的一个分析呢 就指出 北京当局有可能会采用人海的战术 从中国内地 往香港输送更多的内地移民 而这些内地移民呢 在中国当局看来 他们一定是亲北京的 那么以这样的人海的战术 来填平这一次 在香港的区议会的选举当中 所丢失的民意和票数 所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战术 能不能够奏效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请到了资深的律师 卢卡尔卢先生 卢律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就想问一下 那么根据这个分析 说习近平北京当局会用人海战术 来用大量的大陆移民送往香港 来填平这一次区议会选举当中 所丢失的民意丢失的票数 您认为这样一个新的战术 它会管用吗 我觉得这是缓不济急啊 为什么说呢 现在香港的 现在的做法是 每天各有150人的配额 是从大陆来的 而事实上现在香港的状况是 基本上所有的移民香港人 里面六成已经是大陆人了 根据统计大概每年有四万多个人 那我来看 假如说 现在香港的民意 基本上是六成跟四成的比例 但是支持泛民 泛民的大概有六成 那假如说你要把这个六成跟四成 倒过来的话 我估计你至少要进口几十万大陆人 才行 从人口比例来上 所以说你大概至少要搞个十年以上 除非说你大量增加 这个大陆的配额 那实际上 现在香港人口已经七百四十万了 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怎么样啊 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样子 那如果说习近平北京当局 他希望或者说他着手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 来填平这样一个人口系数的话 对于目前的这个法治的程序上来说 有没有一些就是还需要去修改的地方呢 比如说在香港的入境 这个应该是习政法的条例就可以的嘛 而且事实上是这个人数的控制 是由大陆方面的决定 而不是香港当局的这样 也就是说北京当局 他讲增加配额 至于他配额里面是怎么调度啊 是哪种人可以来啊 是不是这种人一定是政治上有配额 这个都是很难说的这样 但是主要来说主动权还是抓在了北京 抓在了大陆那边 OK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之前有关于香港的最高法 包括这个香港法院的中审法院的大法官 也出来说明就是之前香港的高等法院裁决 林郑月娥政府所制定的 所推出的禁谋面法违宪了 但是之后呢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 包括中国的六大部门 排着队的来谴责 说香港高法没有权力 没有这个法定的能力 来做这个裁决和决定 所以这个事件一出来之后呢 就导致了一个舆论大的一个转向 就好像意味着 这一次习近平当局 可能他最关心的 或者说对他心里最大的打击 并不是香港的某些派别之间的这个争议 而是香港的司法 香港的司法独立 香港的高院 对于中国内地政府来说 产生了一种极大的一种抵触力 或者说阻挡能力 那么这一次就有分析文章说 习近平有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个香港高院的 香港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对中国大陆的阻挡 他会要想尽办法来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的核心目的呢 就是完全的掌控香港的司法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假如要修改香港的独立司法权的话 那基本上一国两制是做很大的改变 除非习近平想要修改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方针 他不然的话 他假如说要从香港的司法 因为基本法第49条规定说 香港的独立司法权还是有的 假如说北京当局想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话 那等于说一国两制要做基本上的重大核改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那至于说那个人大法工会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是着重在于 这个宣传的作用而不是法律上的作用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所谓的Due Process Law 这个程序 高等法院的决定可以上诉 上诉还有众生法院 那人大可以请人大来解释 而在这个程序没有走过之前 法工会做了讲话 那可能是一种政治的一种姿态吧 那么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 其实有人分析认为 说其实习近平也可以不具大动作的修改基本法 他只需要在香港的法官任命当中 他加上几个字就是中国籍 要求香港的法官在任命的时候 必须是以中国籍的人员身份来任命 那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这一点还是跟刚刚讲那点一样 你都可以改了香港的独立的司法权 因为香港的独立司法 基本法律讲定原来的香港的司法制度要保持下来 原来的香港基本法制度 而事实上基本没有人讲明 外籍人是可以做的嘛 所以说你说外籍法官全部换掉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确实在这样一个司法的争议当中 很多内地的民众 包括内地的媒体在引导的时候 会纠结一个群体就是外籍法官 就好像是外籍法官在香港的司法体系当中 起到了一个对于抵挡北京 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就是 在香港的外籍法官 他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在香港他有了外籍法官 而今天包括从97年香港的政权移交之后 外籍法官依然的保留 而外籍法官在今天香港社会当中 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还是回到所谓的独立司法权 假如香港保有独立的司法权的话 那外籍法官是必然存在的 那内地的老百姓对这点不不了解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至于说要再说假如要改变这个 在香港来讲 事实上根据一般的民意调查 香港什么人最值得信任度最高呢 事实上就是法院的法官 所以说你要改变这个状况 在香港本身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再强调一次 除非说北京当局要对一国两制 有重大的修改 把香港的独立司法权拿掉 或者是说说小很多的话 要不然的话 这个外籍法官还是继续存在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想要用他党的方式 来接管香港的司法的话 他只有一条路 就是想尽办法修改基本法 您认为是这样吗 那就是等于要把一国两制要修改了 等于是基本方式要修改这样 就是把当年邓小平定下的那条章程 全部都推掉 对 而事实上你们注意到 那个四中全会的报告里面 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要加强 建立建 对 所谓的法律的制度跟机制 执行机制 那其实他不改变法律 他在机制上可以加强 所以有人建议说 好比说可以在香港特区政府 可以成立所谓类似以前 英国政府所谓的政治行动组 就是成立一个特别的 所谓的政治机构来审查 或者是办理所有执行 所有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事情 他可以成立这样一个机构 好比说当年香港政府 成立一个反贪 反贪局很厉害的 所以他现在可以成立一个政治局 他专门针对这些民主派人士这样做 他说他不一定要修改制限法 这个所谓的执行的机制 本身可以大作文章的 但是这样的机构在设立之后 估计也不会得民心 因为只要你的主导权是在北京的手里 估计会有很多民众会质疑他的公信力 那当然了 他反正他做总比 对他们来讲能够做总比不能够做好 是不是 起码来说这样不会那么明末张胆的 违法或说挑战基本法 离开市中权威的说法 也没有说要改基本法 他是强调按照宪法跟基本法的规定 来加强所谓的制度 还有机制上的一个 一个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配合 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卢卡尔律师 在这时候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您 好谢谢 好那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那么关于这一次香港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呢 可以说是让北京有很多方面的不开心 很多方面的不高兴 但是就刚才所讲到的香港的司法独立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在之前已经做了分析了 比如说香港城市大学的法学院的副教授 林峰先生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 就有一篇文章说 该解决香港外籍法官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这个当中他有两种分析 说为什么香港或者说全世界很多地区和国家 他为什么保留外籍法官呢 第一是因为当地的人才储备当中 没有具备这个能力来当法官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由于当地的这个本土的人士来当这个法官的话 不受到民众的信任 而香港目前就处于第二种形式 就是普遍的民众觉得外籍法官更具有公信力 因为在面对一些涉及到政府啊 涉及到公营机构的一些案件的时候 他觉得跟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瓜葛的外籍法官 他说的话他做出的裁决更加的有幸福度 而这样一个幸福度也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而当年邓小平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 就把这条纳入其中 就是想通过香港的司法独立 通过外籍法官来保护香港的司法独立性 让更多的外来的投资人 让外来更多的投资基金能够安全地停留在香港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习近平要来完全地修改基本法 要来挑战基本法 要来用党的方式来管理香港的司法的话 首先第一条就是完全地毁掉一国两制 从而也毁掉了香港 这样一个自由金融港的地位 好 今天的明镜连线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